好 大家早安 那今天是第二天 那現在呢 我已經來到靜岡車站 那今天我要去靜岡縣的縣廳 帶大家去看一下 靜岡縣的縣廳跟他們的縣民 對於防災他們有什麼訓練還有措施 一般的話很少可以去縣廳的機會 所以這次真的還滿期待的 那我們就走吧 靜岡縣位於東京的西邊 擁有非常豐富的大自然資源 然而能夠享受富士山 南阿爾卑斯 峻河灣等美景的同時 至今也發生過大規模的地震 以及海嘯等自然災害 那靜岡縣從40年前 就針對地震防災進行許多對策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這些資訊吧 走去縣廳的路上 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自動販賣機 因為在靜岡的冰松這個地方呢 餃子非常的有名 沒想到他們竟然有冷凍餃子的販賣機 而且除了餃子之外呢 還有很多其他的中華料理的冷凍食材 好酷喔 而且現在居然還有菩斯蛋塔 下次帶文當來 帶文當試試看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金剛縣廳 金剛縣廳還蠻特別的是 大家看它是兩個建築物連在一起的 這一個建築物呢 是1937年建的 是比較有歷史感覺的建築物 那這一棟是新建的 然後裡面的職員呢 會為我們做說明 今天是一個建築物連在一起的 在各種地方有很多的地方有些人 在地上看到這些影片 在災害時有什麼情況下 在災害時有這些情況下 可以收集在現場 現在有人不在 在災害時有些人 在這裡有自衛隊 警察 消防 或是在整個部門 所有人都會有很多 全部人都會有些人 在這裡有些情報 在這裡有些人 決定、伝道、 直接行動に移動 本県では大規模的災害 東日本大震災 大陸地震 大津南日本の東北地方 台湾からも非常にご支援いただいて 大変ありがた 東北に来ました 行ってみると 静岡県の沿岸部と 東北の海岸部がよく似てます 静岡県の沿岸部の地震が来た時 どうするかは今最大の関心地 それについて静岡県は いろいろな対策を取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佐藤先生也有提到 這時期幾乎每天都有学生來參觀 事実上当天也有導覧員 帶著小学生進來危機管理部見学 就是為了讓縣民 從小就有防災意識 知道發生事情該如何處理 接下來佐藤先生帶我參觀 屋頂的防災通信用天線 在別館屋頂上設置了多樣衛星線路 就是為了發生地震等災害 電波受到影響的時候 確保大家還是可以持續使用電話 傳針等通信設備進行聯繫 在線廳屋頂就有這樣的設備 和危機管理部進行應對 真的很令人放心 另外跟大家說 屋頂上還看得到富士山喔 每天都會進行 在革命中的自信防災船堂 在革命中的施設 可以進入外國人嗎? 當然 請多多多多 今天謝謝 謝謝 再見 掰掰 今天的午餐呢 我們來吃的是這一家蕎麥麵 這家蕎麥麵好像非常有名 他們最有名的是這個蕎麥麵 但是我點的是這一個 因為我真的太想吃大致的照下天賦了 所以我就點這一個 好像算是這裡的名產 大家有機會來進鋼的話也可以吃吃看 哇 我覺得他們這裡很特別的是 這個蕎麥麵給的超多 因為我超喜歡吃蕎麥麵 要跟蕎麥麵一起吃 他們給這麼多 真的超讚 還有天婦羅 天婦羅除了炸蝦之外 還有魚 還有香菇 它這個份量其實還蠻多的 吃蕎麥麵的時候 我們先把他們的醬全部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我會把蕎每次全部都加進去 他們家電起本來只有賣凍飯 然後後來就開始賣蕎麥麵 所以這個蕎麥麵變得比凍飯還要更有 真的不會是給很多蔥欸 真的是 一吃下去 全部都是蔥 超好吃 我很喜歡吃蔥花 最近有家跟文章很愛去拉麵店 他們的蔥自有加到很多 跟文章超開心 而且這家離車站也很近 我們這次吃的是本店 大家來緊張 可以吃吃看 好吃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地震防災中心 天啊 我快笑死了 我一進來他們家寫 歡迎牆運少女路 確定也太害羞了吧 今天好像鹽田教授也會跟我們一起參觀 岩田教授 你好 昨天是小明星 昨天很感謝 今天也會一起去嗎 好 麻煩 麻煩 這是2020年新的新移民 建築是同樣的 但是裡面的模型都很明顯 大廈有很多新的製作 所以今天也會有興趣的 本日要帶來的 Kaburaki 你好 你好 新防災生態 你好 這裡的社會 在過去的災害 從未來的災害 從未來的災害 我們要去看他們放的影片 這個影片可以下載 進鋼線地震防災中心的APP 語言設定有很多語言 有日文、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 各式各樣的語言 可以對應各國不同的觀光客 在影片播放的時候 讓這個APP聽它的聲音就會自動翻譯 遥か昔より 地球は活動を続けてきました 遠く南洋で生まれた海底火山の集まりが 火山活動を繰り返しながら プレートの北上とともに移動し 本州へ衝突したことで 現在の伊豆半島へとスナカを変えました 我剛才看完那個影片了 其實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一直想很多事情欸 影片比較難拍攝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 進鋼線房在中心的話 可以來看一下 我覺得還蠻值得省思的 因為我跟文當之後 應該就一直住在日本 尤其是我們又買房子了 但其實我們在買房子的時候 也有看那個災害地圖 看我有海嘯的話 會影響到什麼程度 我們都是查好資料之後 才決定買下這個房子 但是就覺得在之後 未來這麼長遠的時間 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看到金剛鮮 他們這裡有做非常多的房財措施 就包含房潮堤 還有高階的結帝 可以讓大家逃難 就真的要了解預防 然後再行動 我在來之前 其實也不知道這麼多事情 雖然之前有去過其他縣市 看了很多地震的相關影片 但是每個縣市在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覺得學到還蠻多的 這裡的地震的減速器 可以在深度7度的減速器 可以體驗一下嗎 要試試看 大家要小心不要這樣站 要這樣站才對的 那我們現在也是要站好姿勢 來體驗地震搖滑的感覺 然後它最高是正渡溪 然後跟東日本大震災就差不多了 現在開始了 我們現在是在綠的那個 他們說實際上東日本大震災 總共有兩三分鐘 那因為我們現在就只有體驗的關係 時間的話整體就縮短比較多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是沒有任何家具的 那實際上家具如果倒下來的話 那應該就很難逃難 很恐怖 因為其實我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地震 他們這裡呢 設施還有很多 我這次沒有體驗到 下次有機會的話呢 他們有三層的我想要全部都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的話 除了體驗之外 還有非常多像這樣子的資料可以看 資源其實還蠻豐富的 那今天只有帶大家看體驗的部分而已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有沒有對地震防災中心更了解 我自己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值得一來的 雖然可能不是大家都出來日本 但是裡面有很多關於災害的思考方式 我覺得都很值得我們去深思 因為很多東西真的是 不查就不會知道 那他們剛才一直有在強調 首先要先了解 然後要準備 接下來再行動 了解這一塊就是最難的 因為如果沒有意識的話 就是不會去了解它 那要了解之後才會做準備 才會知道接下來發生災害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行動 我自己覺得給我還蠻多想法上的刺激 很推薦大家來 如果大家來靖岡線的話 都可以來他們這個房災中心看一下 那下一支影片呢 就是這支靖岡取材的最後一支影片 那支影片會帶大家看 除了像他們這樣子比較官方之外呢 其實大家民間 他們自己也會有進行很多災害訓練 那大家請期待下一支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這個是我今天要吃的壽司 他們說呢 靖岡人真的非常愛吃壽司 所以靖岡人他們買鮪魚的量是 全日本第一耶 超誇張的 還有鮪魚的收成量也是全日本第一